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创意无限 9月底即将会在台北世贸衣馆展出的发明展 真的是让人家大开眼界 有轮椅族也可以骑的脚踏车 也有不用插电就可以煮咖啡的咖啡机 为了要让生活更多变 还有发明家把感光的材质导入了皮革当中 做成会感光的感应光线的鞋子 包括台湾在内总共有24国 超过了1000多个摊位来参展 规模远比国际知名的日内瓦发明展还要多 来带您先赌尾快 轮椅族想动动手得靠这款创意新发明 脚踏车齿轮换到前轮 脚踏车握把换成踏板的功能 不方便移动的下半身固定 身心障碍者也可以随时随地运动健身 这样压一下它就可以变得高 一杯espresso咖啡等待几分钟就能完成 最神奇的是这台咖啡机不用插电 靠的是物理杠杆原理 轻轻松松就可以冲泡出冰的温的热的 不管什么温度都香香浓浓 那你就直接扣到你的鞋底 然后再把它拧起来 很保护鞋子的人注意咯 快速穿脱的防雨鞋套让你可以保护鞋子 同时还可以把裤管塞进去 免得裤子也弄脏 这双浅蓝米白色相间的高跟鞋更特别 会随时变颜色 别误会不是鞋子坏了 是因为设计的时候 鞋面皮革就导入光明性的材料 只要外界紫外线增强 鞋子就会自动变成紫色跟米白色 这下永远少一双鞋的女人 可以省点钱咯 就月底即将登场的世贸发明展 一千多个摊位都像这样 保证你看不完 个个是惊喜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